畫面中看到大批搜救人員 在溪水裡找人 河水非常湍急 先前有民眾在2號下午報案 有位老翁在美輪溪上游 水源橋下被暴漲溪水沖走 救難人員當時沿著湍急溪流冒險搜救 不過找了整整3天 就是看不到老翁 回頭調監視器看才驚覺被騙 待您聽一段當時民眾說的話 阿伯你怎麼了 然後他說你又理我 然後說你倒下去 那個震動 我也是叫我自己去暴雨 民眾說的會聲會影 但警方看監視器發現 根本與現場情況不符 另外也沒有看見老翁進部落 懷疑是惡作劇報案 警方將在場3人帶回訓問 22歲何姓男子才坦誠 台風天跟朋友惡作劇 沒想到朋友誤信後報警 大批警銷到場怕被追究 只好繼續謊稱 而參與救災的消防人員痛批 台風天警銷涉嫌救人 若是發生意外怎麼辦 這回索性沒有人員受傷 不過民眾惡意浪費警銷資源 恐怕得面臨刑責